这棵虽然是丑丑的 虽然是丑丑的 可是丑丑的荆棘呢 它风味一样好吃 志工拿着荆棘在现场解说 2018埔里生态成证日 现场聚集许多 关心埔里环境生态 社会文化及健康照护的协力摊位 包括友善农耕 防证宣导等 今年以新手合一 柬埔安刊为主题 希望以微小的实际行动 传递友善环境 透过一个实际参与的方式 让我们埔里正名去了解 我们到底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希望埔里未来的城镇 是一个怎么样的愿景 藉由这个活动 让很多人知道说 就是友善的问题 就是可以关心到我们 防新的问题 就是让更多人认识 有族人忧心埔里PM2.5的空无问题 以及原乡过度开发土地 所造成的土水流现象 希望族人共同关心环境议题 把良好环境流传到下一代 到这边就是关于埋害 就更深的认识 就是对于埋害 它对于身体 然后引发了一些疾病啊 然后会造成身体什么影响 就有更深的那个认识这样 现在都要种地嘛 然后就开发很多土地 然后所以造成就说 会土石流这样 然后就有很多路不方便这样 也是我们自己造成 环境生态保育议题是目前全球重要的课题 普里正连续好几年推动生态城镇 希望共同创造美好的城镇 原市新闻一晚八度男投普利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